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酒楼看电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小战 我觉得它最大的一个特质就是善良 然后它带人很真诚 这是我觉得它最大的特质 我当时觉得哇这个很那种麻布的感觉 我是以前没有尝试过的 然后我看到之后我觉得 这好像跟我印象当中的朱仙的感觉好像不太一样 但是后来我们在拍摄出来之后 那种感觉确实是不一样的感觉 我觉得还蛮有质感的 其实因为对于我来说 现在在努力的学习 就是在想去学习一些别样的技巧 但当时在拍朱仙的时候 更多的时候还是说去感受吧 去体会张晓凡这个人物 导演是说尽量让我本色出演 就是说张晓凡那种呆呆傻傻的 其实就是去体会他就好了 所以导演其实在对于我一些技巧的一些把控的时候 他并没有对我做过多的要求 他只是说你要真诚 真诚就好 观众能够感受到 其实我觉得入戏不能算是一种方法吧 我觉得这是每个演员都需要做到的一个 入门的一个必备吧 我觉得因为你必须要相信你就是他 所以当时在拍的时候 其实也还好 因为他的时间线比较长 所以他并没有像电视剧的体上这么紧张 每天都崩得很死 所以当时其实我觉得拍的还挺开心的 包括每天有很多的时间可以在现场跟导演交流 跟其他演员有交流 对一场戏大家都可以聊自己的想法 所以我觉得还挺好玩的 那个时候就还好 那个时候他们反而是想让我胖一点 面粉啊 碳水化和物质的比较多 然后就更符合张晓凡 就是憨憨的 然后平平凡凡的 苦吗 其实我倒不觉得他苦 我只是觉得说剧情需要吧 因为其实我们 我们在这个住线里面整体呈现的 那个感觉就是比较的解实 而且比较有那种狭义之感 我们拍了很多诗景 拍了很多山啊 水啊 都是那种荒漠的那种酷凉感 其实我觉得还蛮带感的 大黄很乖 但我觉得他长得根本就不太像中华田园小狗狗 他长得还蛮好看的 我觉得他应该是有混一些其他血统 就是还蛮可爱的 还有这小猴子 小灰猴 就是我们三个还有蛮多细的 其实我在演住线 就是我演的这一部的时候 他其实对于三个女性角色的经历 其实就是在生命当中的一个经历而已 就是碰到了他们 包括从小一起长大的林二 然后到后面遇到了陆雪奇师姐和碧瑶 其实就是生命当中经历了这三个女性角色 其实我觉得对于我来说还好 就安安心心 斑斑斑斑斑拍好戏 然后做好自己手上工作就好 我尽量的就不会去想其他的事情 还是专注一点吧 其实以前也会有啊 其实我觉得这种现象并不是现在才出现的 只是说现在可能因为大家注意到肖战这个人了 所以把这个事情放大了 其实我觉得平常心对待呗 然后我也呼吁大家了 就是大家都可以理智一点 体力上是轻松一些 但是其实我本人还蛮紧张的 因为现代戏第一次这么郑重的 然后对手也是一个很会演技的 然后一个演员 然后所以其实就是自己会有压力 然后所以就是想好好地对待这个事情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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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